HELLO 大家好,我是Alan發,歡迎回來的頻道 第一件事就是我又剪了頭髮 但我不太習慣這個長度 因為之前再短,可能會去到這裡 未試過去到這個尷尬的位置 所以我都不太知道怎樣弄頭髮才好 只是夾直了它 今天這條影片我自己都很興奮 就是我的生日禮物開箱片 五月是我的生日月份 我每年都會像精色的買一份生日禮物送給自己 前幾年我都有分享一個是chanel省字包的開箱片 不知道是不是很多公眾朋友 跟我年齡層都差不多 剛剛畢業,又或者畢業了沒多久 已經開始工作 都可能對手袋的興趣會比較多 上次那條LUEVE的手袋片 那個反應也很好 有很多人都想看一個backcollection 我之後也會拍的 LUEVE手袋片裡面 我也有說是非常非常想賣 就是barcelona的手袋 但是奈何我還沒存夠錢 所以我就買了一個便宜很多很多的手袋 如果大家有追蹤我的IG的話 都應該猜到是哪一個手袋 那我們現在就一起開箱 然後我們再說一下為什麼我會買它的原因 契機等等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在NATAPOTE買 所以它沒有LUEVE原裝置合 例如我之前買的gate bag 它是會有這個字盒 然後我看到其他人的開箱片裡面 都應該是有那個字盒 但是因為我在NATAPOTE買 可能就沒有拉 NATAPOTE的盒子真的很硬 我每次都會留回來用的 很簡單的包裝 大家都應該看到是什麼袋子 這個就是這個袋子 用了一個網的白色袋包著 很大股的那些竹腩的味道 是不是竹腩腩的味道 就是這個袋子 LUEVE今年新出的basket袋 我先拿開內面 裡面塞住的那些 裡面也有那個塵袋 所以很多人都會把這個袋放在袋子裡面 袋子裡面是沒有任何的間隔 如果你把東西塞進去好像有點怪 所以就會放袋子在中間 它也有那些標籤和記憶碼 另外它有附送這個類似LIFLE 就是介紹它這個藤纜袋 我們稍後再看 它那個藤纜非常硬 這條帶也是比它舊的款式 那個帶是有很多的 其實我去年已經想買他們的藤纜袋 但是媽媽就說這一類型的袋子 就不適合在香港的天氣下使用 因為都怕會發霧或者變色等等 因為這麼潮濕 但是過了一年 我身邊也有些朋友用那個好像梯形的Basket袋 他們都說沒有問題的 就是使用上沒有問題 或者是存放上也沒有問題 就是過了一年 過了冬天也沒有什麼發霧 變色或者變形等等 那今年他們推出了這個比較正方形的版本 我更加喜歡 去年那個梯形款是向外擴得很重要 而且中間這個開口也是很大的 而且它的紋理是粗身很多 而且你摸下去是沒有這個這麼平滑 它整個袋子都精緻很多 那今年這個正方形除了這個small之外 還有一個大小小的尺寸 還有不同顏色 還有其他花紋的 而且也有出一些斜背袋 它去年那個梯形款也有出白色的 就是這個logo和白色的帶 也有很多款的 我買它之前是在香港門市看過 拿過上手試過 才決定買 其實都差點購買了 但是第二天就有朋友跟我說 在Naportet的德國網站購買 Naportet是便宜很多很多的 譬如這個袋子在香港的價錢 是4850元 那在Naportet的德國網站 查詢後就是退稅價 大概是3200元左右 它足足便宜了1600元 差不多2000元的價錢 所以那一刻我看到 我就立刻下單 是沒有猶豫的去買的 因為真的便宜很多很多 但是現在歐洲的疫情都比較嚴峻 我是在德國網購買的 所以他們處理時間比較久 差不多等到一個星期 他們才進行 記錄就很快 DHR兩天 就會由英國記錄到香港 但是處理時間就會久了 如果以香港的證價 即是4850元去買這個袋子 我也覺得有點貴 因為始終它也是一個藤纜袋 雖然香港的夏天的時間比較長 你可以用它的日子會比較多 但是它始終是一個季節的款 一到冬天你都不會拿它出來 有很多人可能覺得這些袋子 只可以去沙灘 或者去度假旅行 才能用到 但我本身的衣著都是偏向淺色 即是白色 或者是啡色 橫色 所以我用這個袋子的廁所 我也覺得會多 所以它差不多退稅到3200元 我真的毫不猶豫地賣掉它 而且我去門市的時候 Essay也有說 今次是由一些比較落後的國家 去人手製造這個袋子 所以這些藤纜袋的大小的形狀 都會有一點不同 就算大家都是小的 可能有一個會闊身一點 或者是大一點 這個袋也是在Polla的捐贈計劃裡面 針對今次肺炎影響的兒童教育項目 就會在這個系列的每件產品收益裡面 捐出40元歐元給它們 所以這個袋三千多元 我都可以接受的 而且我本身就很喜歡Loevick這個牌子 剛才也有說過很多人都喜歡塵袋放在籃子裡面 這樣用的 那你就到時這樣吸收 類似是這樣 我看到很多人都是這樣用的 類似有一點安全感 因為這個袋沒有拉鍊 開口也很寬 就算它這些大袋拼出來 都好像不是很噁心 它的容量方面當然是非常大 譬如我把我的Bullet Journal在裡面 然後有化妝袋 然後放上傘 銀包 放上去 粉餅 紙巾 其實還有很多空位剩 如果你想上薄 都可以調整那條袋的長度 但其實都不是長很多 我自己就覺得有點奇怪 可能因為我手臂做 所以有點奇怪 我自己比較喜歡 所以應該都是這樣拿著袋 或者就這樣拿著的 這就是我的生日禮物 開箱 希望大家喜歡今次的分享 另外也有很多人問我 關於這個Loeve短銀包的用後感 會不會很容易髒 又或者是用到一點 這個我也會額外再拍一段影片 說一下它 因為我用這個銀包也差不多兩個月了 上個月就 就是Work from Home 就很少拿它出去 但今個月我每天都要上班 所以用了一個多月也有少少用後感可以分享 就之前記得Like這條影片 Subscribe我的頻道 以及Follow我的Instagram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